这个华邦店来商讨南科社 先不讲 不过等一下再一手一打吧 韩国瑜突袭现身台北信义区 准备会见企业家替高雄招商 新准感谢啦 新准感谢来特别来跟他们拜访 投资机密不能透露太多 只及韩市长第一站拜访的 就是全台最赚钱记忆提厂 华邦店商讨未来要在南科 设金元厂投资达420亿 而结束两小时会面 韩国瑜马上赶往下一团 南科好黑喔 你们怎么这么厉害 下一站招商目标便是过去 跟城区团队互动良好的国具集团 这次要积极争取在高雄 大发工业区设厂三年投资达110亿 国具陈总长在高雄 大概有4200位 我们高雄的劳动力 新的公司准备全部引进回到台湾 可能就以高雄为他 整个全球生产的基地 布局全世界跟流台湾跟流高雄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他 而韩市长招商之旅还没结束 第三站拜访半导体封测大厂日月光 即去年4月在高雄干K25厂后 韩国瑜争取加盖智慧大厂 一个下午就会见了交友军 陈泰明张前生等科技厂三大佬 通通要争取投资加码 不分蓝绿一起拼经济 不分蓝绿一起把高雄带起来 包括行政院副院长 陈青派副院长讲得也很清楚 不分蓝绿了 赚钱不分蓝绿高雄发大财 韩国瑜积极实现中 届时温馨王奶油小组台北报道